大家好 我是小苑 我今年24歲 其實是今年大學畢業生 接下來會自己全職做音樂 剛剛完成了自己的碟 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音樂 想說世界卻不再荒誕 卻是我太不慣 剩什麼樣思想盡猜 很想將很多我生活上會遇到 或者我看到的東西 但發現好像沒有什麼歌 是在說這件事 我就會嘗試去寫 因為我覺得有時可能用說話去說出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不適合聽就馬上不聽 但可能有時因為這首歌 你覺得挺有趣 他會去了解寫歌的人想說什麼 有首歌是跟家人聊天 有關一些政治的議題 我聊天後覺得 有時大家有些想法 不要讓他明白是直接溝通不到的 會因為這件事寫了一首歌 我第一首寫的歌是一首英文歌 我第一首寫的歌是一首英文歌 就是做多一些音樂的東西 因為我其實中學很喜歡唱歌的 但是沒有想過要做音樂相關的工作 因為那時還是主流媒體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一定要英俊 又要唱歌很厲害 才可以做音樂的東西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或者跟別人說過要做歌手 但是去到大學開始有多些平台 或者多些人鼓勵 我就做多了 可能唱多了歌 多了表演 那時開始 又要讀書的時候 我見家人 見朋友的時間 開始越來越少 那時有一陣子又是去到低潮期 就覺得我好像很對不起家人 或者朋友 或者伴侶 就寫了一首歌 其實很想說一句抱歉 就完成了這首歌 在沾沙醉 想跟你一問 在西彎 可想跟你再一問 在沙寂彎 都想問 誰挑起你心仰 我覺得有幾樣的 就是你剛剛說 李程碧也是的 好像一個很開始 一來都想給大家聽一下 我有自己寫的歌 我不是只懂得唱別人的歌 但最重要是 我覺得出唱片是另一個創作 因為如果是一首一首一首歌 不斷地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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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大家會明白這首歌想說些甚麼 但如果將它們加在一起 好像有個故事 可能歌和歌之間 又會引發了不同的化學反應 原來整首歌唱片又會有另一個感受 還有當我做整首歌唱片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 我可以完整一點 將一件事去告訴你 所以其實出唱片是開心的一件事 雖然過程有點辛苦 其實現在做完這首歌唱片 都覺得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 都會想想很想再做過 但自己是不可能 但是是另一個創作